然后我们前面介绍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但是呢它也存在一些不足 我们接下来该考虑 我们如何去改进这个指标 对不对 更加准确的去刻画这个不确定性 对我们评价指标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提出了什么呢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呢 考察的是不确定性因素变化 对项目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 它把这个程度列出来了 列出程度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量化这个不确定性有多大了 那么所以说 它这个敏感性指标 比盈亏平衡分析 是要更进一步的 或者一个更好的一个指标 那么我们一般的不确定性因素 包含什么呢 产品的成本呢 价格呀 或者产量啊 相关的这些指标 评价指标 我们刚才说了是选的什么 财务竞限值吧 对吧 财务竞限值一般来说是我们最常用的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呢 内部收益率啊 或者盈利能力指数 也可以选择这些指标 这是这个敏感性分析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些这个概念 我们看看如何对它进行应用 怎么用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 某写字楼项目的经济数据见下表 若基准折现率为10% 是对这三个不确定性因素 进行敏感性分析 哪三个不确定性因素呢 投资总额 经营成本和经营收入 我们要分析这三个 我们看看哪个最简单 投资总额吧 所以说我们这呢 对投资总额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选评价指标是什么 我们确定下来 评价指标就是净现值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能够计算出来 净现值应该怎么计算啊 等于什么呢 投资的2万 加上未来现金净流入现值 最后得到什么呢 2271.1万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净现值 这个计算没有问题吧 因为我们前面 PPT中都有介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二部分析是分析的吗 我们去分析 投资总额 它变动 对这个评价指标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用到了一个思想 是什么 盈亏平衡的思想 是不是 我们假设 投资总额发生了变动 使得什么呢 使得我们的净现值为零 这是不是最大的一个变动了 我们允许的最大的一个变动 那么如果净现值为零的时候 我们投资总额应该变动了多少 是不是 所以这呢 我们把它的变动 看成一个是位置参数X 对吧 那么就是负的两万 乘上一加X 再加上未来现金流的一个净现值 这也是一个线性公式吧 非常好求 因为NPV等于什么 等于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求出X来啊 X等于什么呢 0.1114 或者11.4% 对不对 这样我们的指标 其他的 基因性收入或者基因成本 如果说进行敏感性分析的话 会分析吗 类似吧 类似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是 假如说我们后面有成本变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 呈上这么一个动向 然后 如果说基因成本 百分比变动是Y 我们就在基因成本现金流那 呈上一个一加Y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或者说基因收入百分比是Z 那么在收入那 呈上一个一加Z 就可以了 同时令NPV等于零 我们就得到了YZ 分别是多少 Y是什么呢 12.3 百分之12.3 Z呢 负到百分之五点七 我们得到这个东西 然后怎么去做呢 或者怎么去解释呢 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 不确定性因素变化 对我们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前面计算出来了 投资总额 如果增加百分之十一点四以上 我们的这个项目 就会由赢变亏 是不是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怎么去写这个可信性报告呢 那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投资项目总额增长 如果投资项目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有可能就出现亏损 应该就这么去说 因为我们什么呢 是假设其他条件没有变 因为我们进行的是单因素分析 没有进行多因素分析 那么这个报告 只是说了它有不确定性 是吧 那么并没有说你这个不确定性有多大 怎么分析呢 我们再去看一看 投资总额 在过去几年 进行相关的项目投资的时候 到底实际的投资和我们的预算投资 有多大的变化 这个可以计算的吧 计算出来之后 我们再和这个什么呢 百分之十一点四进行比较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的历史均值变化 也就在百分之五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的 可能性是不大的 我们就可以说呢 这个因素呢 虽然说它是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敏感 是不是 在我们可接受的百分之内 如果说我们算出来历史波动性在百分之十五 那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有的时候很有可能投资总额增长百分之一点四 那这个时候它就不确定性是不是就比较高了 对吧 不确定性比较高了之后 我们就要重点再进一步分析 我们这个公式或者评价指标当中 我们这个投资总额是不是计算的准确 如果说不准确的话 我们应该再怎么进行改进 或者我们在未来的项目实施当中 如何去控制项目总投资成本 就是我们尽量控制它 不要让它上涨到百分之十一点四 对吧 这就涉及到什么呢 项目管理的一个成本控制问题了 我们根据这些就可以去分析了 那么这是单个指标分析 现在呢有三个指标 三个指标我们怎么分析呢 同样每个指标都分析出来了吧 每个指标都分析出来之后 我们还是跟他们的历史均值去进行比较 然后去看一看 历史上哪一个指标的波动性比较高 而这里面这个指标的 这个最大变化程度 是不是也是比较高 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呢 我们再分析出来 投资总额 经营成本 经营收入 三者之中 哪一个是最敏感的指标 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最敏感的指标 我们在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 就需要对它进行格外的关注 所以这呢 这就是敏感性分析 我们会做 做完之后 我们要会对它进行什么呢 重点在于分析 我们要用我们的结果去看一看 到底我们的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 这是单因素敏感分析 更加复杂的还有什么呢 两因素的 三因素的 那个呢 就是分析起来呢 就是更加复杂一些 这些都介绍完之后 是不是 再看看这个指标应该 是否比较好 对吧 我们以后注意什么 优点是什么 量化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动吗 是不是 那么量化了变动之后 我们可以从中找出什么呢 最关键的因素吧 那么找到最关键因素 我们有两种选择 要么在之前 对它进一步的去分析 看看它是不是到底 能够变化多大程度 第二个是什么 在项目的实施当中 我们要极力的控制这个因素 防止它出现过大的波动 对不对 所以这是 这个敏感性分析 能够为我们项目投资 然后提供的一些什么呢 参考意见 它的局限是什么 我只能够确定出来哪个因素 是敏感因素 但是我不能够确定出来 哪个因素的变化概率是多大 有人说 不确定性跟变化概率 这不是一回事吗 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我们前面分析了 这个指标 这个投资总额变化率 是增长11.4%以上 然后它会导致影响 经营收入是减少5.7% 如果说不看其他的话 是不是经营性收入 就是更加敏感 对吧 因为你这个取值范围比较小 更加敏感的话 万一经营性收入 减少5.7%的概率是1% 而投资总额增加 11.4%以上的概率是10% 那么这个时候 哪个因素更加敏感了 是不是投资总额更加敏感了 但是这种可能性 我们的这个敏感性分析 刻画了吗 没有吧 所以说 这是它的一个关键不足的地方 如果说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考虑 如何去考虑这个双方概率 其实这就是什么 概率统计的一些知识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你和它是符合哪个分部啊 对吧 你是符合哪个分部 我去求你的什么呢 求你的期望值是多大 求你的波动性是多大 然后均值在一倍标准差之内 多大的概率啊 97%吧 对不对 你可以就是分成一倍的概率 两倍概率三倍概率 然后通过这个去分析 这个指标到底对我们的评价指标 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就涉及到期望标准差的计算问题了 我们这儿呢 就是因为主要还是做不确定性分析 我们对于那些 这节课呢 就是不去探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